哈哈哈哈 这个天终于放晴了 下了将近一天的雨 大半天的雨 我们全家在这个破货车里面睡了大半天 打开门一看 放晴了 太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要准备离开 我们在这里住了一晚上 还不知道这个废弃的酒店叫啥名字 我过来看一下咖啡别还哦 我们在这个霸子厅一晚上 加一个大半天 布哈河宾馆 好久都没有开门了应该 这些门这些全都给锁上的 在这里结束了一晚 谢谢我们要准备离开了 咖啡下来不了 一会儿啊不要着急 喝会儿去拿点东西 把门关了 咱就准备出发 对没 看啊我们那个垃圾 踢到前面去 一会儿前面有垃圾箱 咱们再丢在垃圾箱里面 准备关门了哟 关 关了我们就跟着这个黄浮公路找 找那种能下到湖边 湖边的湖边 看一下我们从青海湖景区开过来 已经开了120公里 昨天开了120公里都没有找到 那种能下到湖边的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不想继续往前面走了 因为我们开的这一段 越到后面呢 它越不怎么商业化了的话 就是花钱那种进去的基本上都没有 对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想着又返回那边 青海湖景区 因为那周边呢商业化一点对吧 商业化一点好早一点 因为这些全部你看他们种的油菜花 这些全都是拿那种网子 铁网子给拦上的 这根本就下不去啊 我们又往那边景区方向走 因为昨天过来看见有几家 有些地方信号不是特别好 我们心想往这边走机会大一点的 结果错了我们 还是倒回去吧 只要将就有点信号就行 垃圾箱看到了 还有什么垃圾没有 拿过一起拿去丢了 没有 没有了是吧 没有你就丢在那 看吧别叫一会就回来了 走咱们又继续 其实这里离湖边就特别近了 可能有一二百米 但是下不去啊 全都有网子拦着的 我们想的话就开到那湖边露营 那就是最爽的 所以说昨天开了一百多公里 都没找到 那些都有石头拦住了 今天再看一下看 看哪里能下去不 那边也近 那个弯弯那里过去 再找一找吧继续看 哇这边的花还挺漂亮哦 这种 紫色的花 有紫色有红色 粉红色 有白色 这种是他们种的还是野生的 好多花 咱这个车暴停 就算了 不能阻碍交通 真的路两旁都是那种 这种叫什么颜色 紫色 红色是不 有点像薯衣草 但是不是 不是 看这样子应该是种的吧 嗯 我们顺着这个环福公路 这样开着过 这里看见一块牌子 去湖边 顺着这一条路开吗 嗯应该是吧 行我们开下去看吧 只有 因为这车上好像也没有人 也不能问 对不 我们开下去看直接 走吧 这里又有一块牌子 路牌去湖边 往这边 往右走 行吧 咱又往右走 好像这里下到湖边庭园 嗯 这咱都开了 我看从哪里 从最上面那房子开下来 可能都有 两三公里了吧 这个平的 看着镜头是庭园的 这玩意就有点尴尬了 这里又写着私人牧场请勿入内 就在前面二三十米 那里又有一块牌子 指引我们到这里到湖边 我想去问一下 但是又没看见人 这边有挺多房子的 就这里 有好几户人家 我想走路过去问一问 因为这不问城长 如果别人私人的东西 你就开进去的话 那不好 我去问一下 你们就在车上等我 行 我去问了来 行 这些房子好像都没有人住了呀 房子盖盖都没有 都走了庭园了 我们的车在那里 也没有看见一个人 这问谁呀 不问清楚 这也不敢进啊 你好 家里面有人吗 好像没有人呢 这连着两家 我都叫了都没有人 诶诶诶 这里 这里有个人过来了 我问一下他 诶你好 我看那里牌子写着 可以去服务边是吗 那个不是我们写的 下面是4月5日不能去 不能去是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嗯 那个您的车有点大呀 哦 然后那个 您下去的话 这个 您的车有点大呀 哦 会陷在河里 那里里面去是吧 不是 土里面 哦 土里面 我看我看就跟着这一条路下去是吧 哦 如果你们真的想去的话 你们去吧 然后自己的垃圾要带上 哦行 嗯 然后我们真的 前几天来了很多人啊 我们也没说什么 然后就去 然后去的时候看了一下 他们就烧那个草原 哦哦哦 垃圾我们肯定带走的 垃圾和那些你们带走就行 哦行行 谢谢小妹妹哦 你你在上中学了是吧 高中 上高中了 哦挺 行谢谢你谢谢你啊 垃圾我们肯定带走的 哦好嘞 你们就在这里住是吧 哦好嘞 好嘞 行我们车就开下去了 你没事下来玩 哦好嘞 我们车站也有个小朋友 我女儿也是上初中了也是 哦 对没事就下来玩 好 谢谢你哦 这里这个花还挺漂亮的 刚刚我给黑妹打电话了 我问了那个小妹妹她说 让我们可以下去 刚刚我问了那个小妹妹她说 我们可以下去 就是要把垃圾这些给带走 我说肯定的 我们肯定把垃圾带走行吧 我们开下去吧 她说还要注意着 她说怕的是限车 可能我们别开到太下面狠了就行 啊 开去看吧我们 走吧 这下面的花好漂亮啊 这一片 这一片应该是野生的我觉得 太多了 这围栏里面全是跟着 快到了湖边 就全是这种花 过了这道门 我们就算是到了湖边了 看我们这个车能不能过 来吧来来来就这样来没事 刚好能过我们这个车 对行了刚好能过看就停在那旁边吧 不能太下来了 不能走得太下来了 怕的是万一陷车的话就麻烦了 因为这里的湖边已经挺进挺进了 已经算很不错很不错的地方了 我们找了两天才找到的这个地方 哦怪不得那小妹妹跟我说垃圾要带走 这确实像到这种地方来露营的话 真的要把垃圾带走 不能这样在地上放着 这样对吧别人当地 当地的人对你旅游的人的那种 印象肯定是不好的 你看他一下来都玩得好嗨 别去搞那些东西过来 听到没有 那别人扔的垃圾别去搞那些快点 过来 放肆着奔跑吧 你可以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把我们这辆破车 开到了青海湖边 起码住个两三天再走 必须 不说一个星期 起码两三天到三四天 费好多劲了才开到了这个湖边 太爽